每周六听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 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大家好 我是工商时报陈碧芬 今天我们邀请SADA银行 台湾投资长刘家豪 Alan 来跟大家了解市场如此的动荡 我们怎么做分散风险 我们欢迎Alan 碧芬好 市场观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Alan我们想跟聊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我们经过今年的四月 我们突然发现原来市场充满了风险 这个风险应该在你看来 应该是来自于联准会 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先请教一下 经过四月这样子反正乱 我们的市场就是一个乱字 您觉得ZADA有没有改变你们的看法 对于联准会现在棒的话 我觉得对于投资来讲的话 因为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对差不多有五个多月的时间 市场走的顺风顺水 然后特别是股市在上涨 然后投资什么来讲的话 看起来都是一个蛮好操作的环境 所以进入了四月份开始看到久违的震荡以后 就觉得说好像市场真的很乱 不知道怎么解读 特别是在年初的时候 大家都把重点是放在所谓今年是一个降息的一年 在年初的时候也认为说联准会很有可能降息七码 可是随着美国的经济数据公布 经济数据表现很好 虽然通膨也在下滑 但是下滑的速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所以慢慢的这个对于降息的预期往后做个推迟 那到了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那从原先的这个七码 现在已经认为说可能联准会到年底之前 或许只剩下这个降息三到两码的空间 那所以等于这个市场的预期在做调整的时候 那四月份市场的对于降息的预期在做调整的时候 就出现了风险日产涨多的一个 涨多的一个获利的一个回涂 那但是接下来怎么看说联准会的一个政策 事实上我们还是一样比较关注的是 那美国自己本身的经济基本面的数据如何 因为联准会他为什么迟迟降息 除了所谓通膨下滑的速度比预期的更慢之外 但是他还观察到说我们现在把利率位置在高档 可是经济的动能来讲的话 不止没有减弱还是维持的不错 那所以他的确有本钱是观望一段时间 再来做一个再来做个调整 那以我们扎打的观点来看的话 联准会今年我们认为说 还是会采取一个降息的一个行动 那时间点可能是落在下半年 那幅度来讲的话 或许是只剩下这个两码的一个空间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对于美国现在公布一连串 由于预期的一个经济数据 或是企业获利改善了前景的时候 那做出了一个对于联准会政策的一个调整 对啊所以Alan你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的经济它其实是够好 它不需要用降息来去振兴它的经济 对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思考 对所以Alan刚刚讲到一个 我觉得我终于理解了 就是去年11月到4月之前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顺风顺水 对对对对 大家随便看你每天打开你的资产配置 都很漂亮很漂亮 创新高 创新高一直创新高 这个其实是不正常 好对 就是你就不听我们的市场观测站 就可以自己做了 可是现在呢整个市场就是一个四月就是一个正常 它可能这个跌一千点盘中这个是可能出现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台股市两万多嘛 你看NASDAQ这些都是一个新高的状况 所以它盘中出现一个激烈的震荡 都算是一个正常 我们必须说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市场观测站这个节目就很重要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直要请Alan回来 就是在聊这个部分 那所以如果经济还不错的话 可是我们还是要做风险分散 对 所以怎么做 小资主很想听哦 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在四月份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好像做个风险分散 对可是我股票 我债券都会下跌 为什么还要做一个 所谓的风险分散或是资产配置 那事实上我们会认为说 的确有些比较资深的投资人 或是有经验的投资人 他们的确可以在感觉到市场 好像要出现一些修正之前 很快的做一些部位的调整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是 只是很单纯的 就是好像是一个 短线的一个进出的一个操作 而是比较有几率的一个 依据市场的状况 或是他们设定的一个点位 来做个操作 可是我相信多数的投资人 那事实上很难 很快对于各个新闻事件 或者是政策的一个变动 很快的做出调整 那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持续的强调说 你要做一个资产的配置 其实重点是在于 长期而言的话 你才能够抱得住 你现在的一个资产 你才能够很有信心的 去持续持有 你现在现状的部位 那就像是4月份 我们看到市场的动荡 那接下来如果市场出现动荡 修正过后 重新上行的时候 那你事实上是不是 要再重新很快的 假設你是很快的 短信短信的话 你是不是会犹豫 追不上 没有办法追回去 这段时间 那所以做风险分散 我们会提到的说 你除了各个资产类别 你股债的分散之外 也会做一个区域的分散 对那区域的 所谓的区域的分散 我们绝对会 绝对会去思考的事情是 在目前全球的这种总金 或者是货币环境的情况之下的话 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区域 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我们可以趋吉避凶 那包括了在这个行业也是一样 在这个情绪循环的时候 哪些行业可能会做的比较 表现会比较突出 我们也是一样 趋吉避凶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 就一视同仁全部的做个配置 而是往相对我们前景看好 这些资产类别来做个挪动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组成来讲的话 也有助于说 接下来市场环境 我不只可以掌握机会 市场出现修正的时候 我也可以比较有信心的去避开 说这个短进短出 或者是杀金杀出的这种 这个投资的一个情绪面的影响 我觉得这风险分散这件事 在今年的四月一样 我觉得三月到四月 就是如果大家都是小资组 他可能关注的都是ETF 那这个我们实在不太愿意 再提这件事 可是事实上ETF的含积量 那个积就是台积电的积 这个含积量基本上就是一个 风险集中 对不对 所以这个风险集中 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买了十档 这个分散的ETF 可是每一档里面都有台积电 对所以那个结果 你还是在做风险集中 所以我们刚刚在谈这个分散风险 其实Alan就跟大家讲 你要配置台湾的 你要配置海外的 对不对 你海外你还要知道说 你是配置欧洲 配置美国 配置日本 你自己要去看 然后股跟债 所以这个配置的分散风险 这件事也是一个学问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就是说你自己要去看 当然你也可能太分散 就是曾经有朋友给我看说 我有两百支的共同基金 你帮我整理一下 这个怎么去集中 对 这个就太分散了 对 所以我们在讲说分散风险的时候 那你事实上还是一样 你要有相对看好的产业类别 他只要做到一个适度的分散 不管是在区域的分散 股债的分散 或者是在行业类别 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你在什么样的产业的一个分散 就适度能够规避到多数的一个风险 对 所以如果我们我知道 我们的听众大部分是小自主 那是说大家也不用 不是真正在那边吵来吵去 可是Alan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如果你一直觉得 你想要短进短出 这件事情不在我们的节目的重点 对不对 真的你不要以为说 听完之后你就买哪一个 你就得到20%的收益 这样子是我们不认为是一个固定 在做资产配置的一个聪明的 理财的我们所谓的小 even是小自主都是一个重点 对 我相信持续追踪 我们市场关注战的朋友们 事实上都知道说 事实上掌握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 会比短进短出 或特定的一个行业类别更重要 那如果现阶段我们看待这个金融资产 或是经济环境来讲 花在今年蛮有机会是呈现一个 经济软着陆 或者是所谓的金发女孩的一个经济 整个一个复苏的力道 还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健的 一个上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大方向 非常大趋势的话 那你事实上做一个比较平衡型的操作 特别是在经过4月份 其实资产的价格之前都是觉得追不到 所以我们就是观望 但是价格经过修正之后 我们相信也创造了一个重新入场的机会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在听众朋友们的这段时间 实际上留意这个市场变动的行情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反而去思考所谓评价面 如果出现你之前担心的这个顾告 出现修正的时候 那反而对各位是创造了一些重新布局的一个机会 我在这里我也想分享一点点 这个我自己观察到的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分散就是要定期定额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去看一下你自己定期定额 当这个股价很高的时候 我们买到的东西是很少的 对对对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你买到的那个 它的单位量是很少的 那最近整个市场这个叠下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买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搞不好已经就 就刚好在这个重挫的时候 你就买到这个 就一个大量的这个单位进来 对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 这个你选时不如什么 就是就是不要一天到晚在选 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一个 你没有想到的时候 因为你有纪律的在做 对这就是一个分散风险的开始 有纪律 有纪律的操作 对所以真的不是说告诉你只是要去研究一大堆这个各式各样的分散 有纪律的做资产配置才是一个真正这个避开风险 对所以我们事实上透过跟大家进行很多 比如说解析市场或者是一些投资概念的厘清 也是希望说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们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来做一个资产的配置 对 因为Alan你跟你们的这个银行的客户 这个不管他今天是10亿的资产或是200万资产的客户 你都会是这样跟他说吗 事实上每个人的那个投资属性不太一样 那当然他们没他们可能跟在跟我们询问的时候 对他询问他只是可能询问自己部分的部位 那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是会特别强调说 整体整个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性 特别是资产规模大的客人 他更重视他的一个财富的稳健度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值得大家去思考 并不是说资产不会大对 他好像对他如果市场修正了 价格波动对他好像没太大的影响 还是很在意这个这些内容 那所以可能这段时间在市场有波动的时候 他们也会开始留意一下说 之前在这个股票的部位 那有一些获利的部分的话 是要做一些调节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段时间可能 债券来讲的话表现的比较门 价格出现修正 他们感觉反而是认为说 价格出现修正利率又具有吸引力的时候 是不是反手过来去做一个逢低布局的一个这些操作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会着眼在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角度来进行 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决策 那Alan既然你提到债券 这个必须说有些人觉得还真的蛮闷的 对就是真的原来这个从去年10月那时候 一波很漂亮的价格出来之后 大家就相信债券有资本利得 可是都忘记一件事 债券其实重点在利息 对 那来Alan 现在你们怎么看债券接下来第二季 有一个走势 对对这个很难 我觉得这是难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回答这个问题 很多的这个很多已经持有债券人 对还是会觉得说 当初我们都觉得说今年是个降息之年 我们来配息债券来配置债券来讲的话 会有一个资本利得的空间可期 但是我觉得大家会现在会闷的原因是因为 把这个主菜跟点心有没有搞错了 主菜跟点心搞错了 主菜跟点心搞错了 债券它主要的收益来源 就是配息 这是主菜 那这个有没有价差的空间呢 事实上是点心 可是我们认为说 接下来包括了美国 包括了多数的这些央行的一个政策 都已经开始从紧缩 逐渐转向宽松的时候 点心只是还还没有上 不代表它不会来 不代表它不会来 但是对于这个总报酬的预期来讲的话 那事实上还是要把重点放在 是不是足够有吸引力的这个配息 的确还是 的确还是 多数的我们看到说多数的这些 不管是政府债券 或是企业债券 那事实上都能够提供比过往 更高的这个吸收 而且大家还要记得 债券有个特性是什么 是每日寄息 每天都有 每天都收息 就是你持有债券以后对 它是每日寄息 那当然有一些是 一季配给你一次 半年配给你一次 或是一年配给你一次 可是它是每日寄息 那所以你在 你在这个市场 不管如何动荡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稳健的 可以预期的一个现金流 我这个是在债券的一个特色 跟其他的资产类别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这有趣 那个我们说 那个ETF之所以有乱 是因为它讲了什么 月月配日日配 这个可是它其实是配 我们自己的本金 我们知道它有一些 所谓高股息什么的 还要期待 这个你的一篮子里面的股票 它是不是真的有配这个高股息 可是债券事实上就是 你买下去就很清楚了 对 就每天在配息 对 每日会寄息 那只是说什么时候 把这个现金给你 对对对 什么时候给你 所以你很确定的是 我买进了一档企业债券 或是一档这个 这个债券型的基金之后 你事实上可以比较明确 知道你的现金的流量 对 你比较明确知道现金流量 那我们在做打造一个投资组合的时候 对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做成是一个 我们的基本盘 我们的基本盘 我们在市场行情不明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 我们有一笔资金 是放在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量 这个也不会是我们投资的 想说我们可以随时短线 进出的一个部位 然后只要你能够有 很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的话 你至少你对于 你对于这个整个一个资产配置 你就会持续的去 持续的去做关注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 你布局在 债券资产 带给我们在投资组合里面 很大的一个稳定度 现金流的提供 就是预期的现金流提供 这是我们在 在思考的时候要 要理解 就是我今天买的债券 其实它就让我可以预估说 因为我的债息 它的利息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会配息在某一季的 就是某一个时候 就是算它自己的时间点给我们 可是它每天都在寄息 它是用季配给我们拿到手上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理解 就是说你不要一直觉得点心没有来 点心没有来 煮菜都忘记吃了 所以这件事债券资产 是今天Alan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重新思考 就是说不要太担心 那如果你的资金部位还是够多 而且你也选对产业的话 你要是不是要进去 再去买一些配置进来 其实也是可以自己在这个时候思考的 因为利息的情况是很明确 利息确实是这么透明 你可以看到它不管它今天发债的 那个子利率是多少 我们都看得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不用担心股市 会什么上上下下 因为最后你还会知道说 这个你的点心一定会上来 特别是整个一个景气的环境 或者是央行的一个政策 下一步的一个政策来讲的话 都事实上都在向市场做一个暗示 只是说大家本来期待的是很快可以到来 只是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时间内没有往后推迟 所以我们在跟我们很多的客人 已经布局的债券这些客人 他们之前也会提到说 本来是的确真的很快有一些期待 期待所有资本利得 那我会问他问题就是 如果有资本利得上来的话 可是债券这个资产 它还是能够产生期收 你是难道就是要做个获利调节了 获利了解了吗卖掉了吗 但是所以回归到你 布局或是配置在债券的本质 所以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资产 它能够提供一个 未来很确定的一个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 所以债券来讲的话 这个资产类别 你对它的期待 应该还是主演于在于说 它的这个对于票息的提供 的未来的一个总报酬 懂 理解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 一个清楚的思考 Alan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我们知道四月就是一个 大震荡的市场 可是您觉得是因为过去 太顺风顺水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回来看 这个避险的商品 就是说我们除了要有 分散风险概念之外 我们知道在通膨高的时候 我们会说 我要去找一些 可以看通膨的商品 对不对 来做配置 那我们也知道汇率 会货币有一些 叫做避险货币 那现在如果您觉得 说在现在的情况 你觉得哪一些 避险商品 是你们觉得 会把它列在这上面 那在过去段时间来讲的话 我们一直提到说 包括你在股债的配置 就可以做一个 适度的一个规避风险 那但是呢 其实今年以来 还有另外一个风险事件 事实上刚刚我们没有提到的 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事实上也是 也是对于整个金融资产 或是市场预期来讲的话 一个很大的一个震荡 很大的震荡 那也包括了说 在四月初的时候 这个以色列伊朗之间 反反复复的这样的报酬 或是中东地缘政治 红海地区的这个 紧张的情势 那甚至包括了乌俄战争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结果 因为太好的结果 地缘政治来讲的话 都会影响市场的一个 风险的一个情绪 那所以呢 可能今年来大家观察到说 在地缘政治 持续升高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来的话 看到说 主要国家的央行 在这段时间开始配置 贵金属 也就是黄金 在他们的 在他们的外汇储备里面 所以黄金的价格的 黄金价格出现上涨 那黄金是不是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避险的一个资产类别 那我们认为说 如果就投资组合来讲的话 你可能布置 差不多也许5个percent 或是差不多 差不多的黄金 来做个资产的配置就够了 因为这段时间 我们观察到说 黄金的价格对 虽然在上涨 可是我们期待 它的一个特性 应该是说 市场出现动荡的时候 它的价格上涨 然后抵御这个波动的风险 可是在今年来讲的话 风险性资产在上涨 它也跟着在上涨 然后市场在动荡的时候 它也跟着在动荡 它也跟着在动荡 所以它似乎 它的一个特性来讲的话 避险的一个特性来讲的话 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说 我们在配置在 每一个资产的时候 它是不是能够发挥 它本来我们预期 它应该发挥了 这个资产的特性 所以黄金或许是一个 投资人可以考虑 来做避险的一个部分 可能它占你投资组合的比重 也许不需要太高 再来的话 就是在这段时间 大家担心的是通膨 通膨如果上来的话 能源的价格会不会上来 油价会不会上涨 所以对于油价上涨 这个部分 事实上我们的想法是说 投资人事实上 我们本来就在配置每股 而且认为今年的一个 整个景气是不错的 所以在能源类股的部分 事实上就开始看到一些机会 不只是油价上涨 而是能源类股 在过去传统上来讲的话 它本来就发挥了很好的一个 就是一个吸收 配息的一个这样的股票 所以事实上也不是台湾 大家喜欢高股息 也在海外 他们也喜欢高股息 所以这些能够配出很不错的 这个吸收的这些传统的行业 然后特别是在今年整个景气 是在逐渐回升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间的话 我们觉得说 如果投资人想要规避地缘政治的风险 想要规避通膨 或者是这个油价的风险的话 可能也可以适度的配置能源类股 在你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 所以Alan这样跟我们解释 就是说黄金 就如果我们看到今年就是中东战事 我们不能说是战争 因为他们就是 地缘的冲突 去惹你一下 然后你又回首这种 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这个飞弹会飞来飞去 无人机会飞来飞去 那可是市场就会震荡 所以我们也看到黄金 真的就到两千四一盎司美金 这个价格根本是一个不正常的价格 所以Alan刚刚讲得很好 我都觉得你买的黄金 真的给自己反而是招来风险 因为你看两千四它就不正常 你买进之后它一定跌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 黄金好像不像我们以前教科书上面说 它是一个避险商品 所以我们在持有黄金的时候 可能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的确有一些因素来支撑 现在黄金的一个上行的趋势 包括了所谓地缘政治的风险还是持续 那包括了说许多新银市场的央行 正在买进黄金 它这个外汇的储备 可是另外一方面 过往来看的话 黄金的一个负面因素 可是却在这个时候 却没那么明显 包括说通常美元走强的时候 黄金应该走弱 利率在高涨的时候 黄金应该回落 因为持有黄金 它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吸收 所以利率越高 它的一个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比较高 所以这段时间 大家会觉得有点看不懂 因为美元在走强 然后或者是美国的利率 还是维持在高档 可是这个时候 黄金也跟着涨上来 所以我们认为说 短期来讲的话 的确黄金的一个走势 有点过热的一个迹象 那即便说你想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避险型的一个产品 可是我们观察到 反而在过去一小段时间 黄金的一个走势 它反而是变成一个风险性商品 原是一个风险性商品的一个状况 就偏离了我们希望能够配置黄金 它的一个特色 它的特性 对 所以真的就是那个 我常常跟大家讲说真的 你们要注意一下 真的 就是这两个字 真的 这两个字 我就是觉得听众 这有时候 可能我们真的就跟演讲的时候 太习惯很多人 我们很诚心的在讲 大家也没有在听 可是这件事情 就跟大家讲 就黄金这件事 我们甚至我都觉得 现在有很多的市场的产品 我们真的 除非你是你用定期定额 不然我们不要去追 就是不要去追价 对 就像黄金2000 2400盎司美金的时候 你根本不需要去追 你不要以为 它会不到2800 3200 喂市场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我唱这句话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所以接下来看到 这个四月 我们现在看它在盘整 或是我们看它在修正 这个时候 如果你真的也 就已经卖完 在高点卖完 那就恭喜了 对不对 就是持续观察市场 如果你还要进去 那就是买黑 不买红 这样对吧 对 对 所以这个是 今天Alan给大家 很多这个参考 就是说大家理解 这个风险这件事情 在市场 在四月我们都看到了 那Alan跟大家说了 你今天要股债去配置 这是一种分散 区域的配置 也是一种分散 对不对 你要配置这个避险商品 你就要买一个合理的价位 而不是觉得说 我要买完后 我就急着进去买 所以在这个 那Alan最后要跟您请教 就是如果真的 美国的十年期公债 回到5的话 这个5%的话 会不会发生大事 对 如果大家在关注的是说 从年初 然后美国的 不管是各天期 特别是我们关注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一开始的时候 在年初的时候 可能还在4%以下 对 现在已经回到了4.6% 对 那一度看到4.7%的时候 大家很担心说 如果现在这个联准会 迟迟不降息 有没有可能看到 回想到这个去年 10月份的时候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来到5% 那个时候发现说 整个股债 都呈现一个明显的拉回 因为利率在高档的时候 的确大家担心的是 你会不会真的压抑实体的经济 利率在高档的时候 那债券的一个价格来讲的话 其实是反向 利率在走高 债券的价格是在下跌 债券的价格在下跌 那事实上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的确最近联准会看到 市场公布一连串 有关于美国通膨的数据 他没有在很快的下滑 甚至有点点往上弯的一个迹象的时候 他可能是希望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 因为几年以来 特别是第一季的时候 整个市场做得非常火热 经济数据非常的好 所以事实上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个 不管是对于未来的一个 投资消费的信心 事实上是被强化了 那联准会开始出现一个 预期的一个调整 光口头干预就已经把利率拉上来 就把利率其实跟去年10月很像 他光口头干预 就没有真的实际的真的去升息 就已经把利率拉上来 当实质的利率拉上来以后 就会去压抑 现在比较热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氛围 那也像市场 其实根据过去去年的经验 那也表示说 预准会目前就是希望 透过口头的干预 把市场做一个适度的降温 把市场做一个适度的降温 那也表示 他也不需要后续真的采取升息 或者是比较激烈的手段 这个可能对于说 今年的整个经济这个动能 能够延续更长 反而是 是比较站在这个比较正面的 正面的一个角度来解读 就是我透过口头干预 让市场适度的降温 适度的降温 不需要透过一个太激烈的 激烈的一个手段 激烈货币政策或这个手段 那就可以让整个一个 今年还表现还不错的 这个经济的一个被大环境 能够延续的更长 那也有助于说 我们在这个今年整年度 做资产配置的时候 就可以朝向一个比较 中长期的角度来去思考 就可以去避免说 因为这些消息面 或市场短期的动荡的时候 我就要做过大的 这种配置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这个听众朋友们 在思考所谓利率 来往5%的时候 你到底是要很担心 还是像我们刚刚的 如果您把时间点 放得更中长期 或是长远一点来看的话 或许你会 会有不同那样子的一个阶读 所以现在4.6 最高到4.6 其实到5也是一点点的距离 就是0.4个百分点 0.4个百分点 你一直在担心5会出现什么 戏剧性的变动 其实也不用太那么紧张 对我认为 就是说如果今天美 现在重点美国的经济 是在有一个完好的情况 那我们的债券 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人的债券 其实80%应该都是美债吧 我认为 多数是 对多数都是嘛 那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 其实经济好转 我们也不需要降息 那这个Alan跟大家一再提醒 我们的点心 不要一直想要吃点心 我们的主菜 才是我们的买债券的当中 重要的关键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现在看联准会 它对于降息这件事情 它是延后的原因 是因为经济在好转 而且经济是 往健全的方向在走 那所以我们在配置 我们就算我们看到 地缘政治这个问题 今年以来非常严重 可是大家在配置这个 避险资产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去急着去把它补进来 因为它的价格就是会跑得很激烈 对 所以就是说你可能就算你有配置 这些避险商品 大概也在5%就可以了 对 因为它真的就是帮我们做一个 couchon的概念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我们非常谢谢Alan在摆盲中 来跟我们 谢谢 听众 然后我们也很关心我们整个每一个听众对于我们得到 从我们节目得到的收获 那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持续关注 而且给我们一些feedback 我们可以理解 是不是我们应该持续谈一些你们有兴趣的题目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 那我们市场观测站的听众朋友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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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螅